飛 那飛真的是用造型取勝 歪的 拉長 挑上去 又歪的 一個往這邊 所以這是造型 外型取勝 走顯覺的 九 第一個 上面窄 下面寬 這個納納的好像楷書 真是方硬 直 直是中公放鬆 一般都講中公收緊 但是這個字 中公放鬆 放鬆的原因是因為 它左右建局把它拉得非常的開 跳過來以後拉到這邊來了 所以左右建局開了以後 中間這裡就鬆掉了 所以 那你說它是弄錯嗎 沒有 在這行書裡面確實有這種寫法 然後 鬆 聖 聖就是中公收緊 其實這樣字 某種程度在安排上也是有變化 如果每一個字中公都收緊 在行書裡面它的 限制就多了 多了就少了行書的靈活 所以有時候行書 很多人喜歡寫 就是它有很多的 那種可表現的空間 圓 圓的寫小一點 聖大圓小 這種大小一定要記住 如果不常常提醒自己 寫出來你的字就跟楷書一樣 大小每個長得都好像 那這裡就不是行書了 圓 圓 核 那核沒有 再自己找個之前寫過的核 那 旁邊的核我們用橫核 剛剛之前寫過的橫核的核 那個字來帶就好了 反正這個別人知道它會怎麼寫 疑 疑就不用看了 雖然破掉也不用看 因為 它在裡面疑太多次長得都一模一樣 沒有什麼替換 弦 弦也出現好多次了 其實就是寫得緊湊 你看不看帖 其實都差不多 那如果是寫得緊湊 大部分就是把這些筆畫中間的間距 空白少一點 這樣字就緊湊了 很多人一直不明白這種什麼把字寫緊湊 他以為把筆畫用粗一點就OK了 可是筆畫粗一點通常他又把它放大了 所以空白又覺得好多好多 都覺得怎麼寫得鬆鬆的 可是他會覺得他很願望 他已經很用力了 還是鬆鬆的 那個主要是空白的地方不能多 楊左邊這支木啊 深得很開齁 然後帶上去以後 應該是說 左高 右低 左邊比較高 那右邊啊 降得比較低 降得比較低 那上面這一個筆畫斜仔 扭一下過來 這裡面要賣路要寫清楚 有時候會覺得說 他一直在牽牽連連連連牽牽的 這樣一直繞繞繞 隨便就好了 其實錯齁 一般的脈絡 一定要想辦法表現出來 讓人知道你怎麼去連動的齁 絲 絲又寫了小了一點 有些字啊 註定那種 小小的 但是小小歸小小 他的脈絡 最好還是寫清楚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有時候 是不是可以偷懶一下 筆畫比較少的時候 寫得比較小的時候 隨隨隨隨便便寫 其實人家一看就知道 你在細節之處做得好不好 雖然字小也是要認真寫 這值更小 所以說 一篇 書法作品好不好 有時候不是看那個 那個字的第一眼的影像 有時候會稍微再瞄一下 就覺得不夠精緻